甲语文遭炮轰 徐志摩作诗思念情人并不是祖国 有媒体说最近全国真语文系列活动在厦门举行 在活动里边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就炮轰甲语文 他说了现在的语文教育存在很多的甲语文 什么是甲语文呢 举个例子 再别康乔是诗人徐志摩对友人和情人的怀念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灰灰衣袖不带走一遍云彩 有些老师看了以后呢 就非得说他表达的是诗人热爱祖国热爱故土的情感 所以呢 王旭明就认为语文教育脱离文本 教师对文本解读不充分 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 我记得作家韩寒啊 说过这么一事 他说他上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语文考试 有一篇阅读题正好 是他写的文章 题目嘛 无非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某一段内容作者是想表达什么这样的问题 可是结果考试成绩出来 含含这些题答错了 他很郁闷呢 怎么自己的文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想表达什么呢 所以呢 抵制假语文很有必要 但是话说回来 这事也挺难的 因为有些文章呢 到底作者想表达什么 根本无从考证 你比如说 李白的天子忽来不上传 自称臣是九中仙 到底是诗以言之呢 还是真和大了呢 这些都不好判断 对吧 而且一千个人眼里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其实对一篇文章的理解 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呢 曹雪芹先生说的好啊 假作真实 真亦假 真作假实 假历真 假历真 我说明天子忽来不上传 我说明天子忽来不上传